強烈熱帶風暴離隔逐漸靠近本港 天文台考慮週三日間發出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到底天文台如何掛掛8號風球呢? 其實自2007年起 天文台發出8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的時候 都會參考由8個測風站所錄得的風力資料 如果8個測風站之中 有4個錄得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63至117公里 就很大可能發出8號風球 截至星期二下午5點多 8個測風站之中指長洲1個站錄得強風 直至晚上8點40分的公佈 長洲氣象站已經錄得最高持續風速達到列風風力 風速為每小時63公里 至於並非屬於參考測風站的大老山和橫蘭島 最高持續風速分別為每小時86公里及65公里 都屬於列風風力 不過8中4的指標都有例外的時候 2017年熱帶風暴落黑 沒有一個測風站錄得列風 當年擔任助理台長的現任台長鄭楚明 就曾經解謀 說當時有不少預報顯示 本港會受列風吹襲 雖然最後整個風力不高 但基於公眾安全考慮 天文台決定發出8號風球